各位網友你們好,歡迎你收看心靈雞湯這個節目,我是蘇柳君玉 上一集我們講了一些抑鬱的象徵 有些網友就跟我說,哎呀,被加火了 我在十個病徵裡面有超過五個,我當然有抑鬱 那我就想不用擔心,因為抑鬱是很容易去醫好的 那個醫癒率是有九十幾個percent的 那個方法就是用心理輔導和藥物,兩者一起加上相管齊下 就很容易可以醫好的 不過呢,未曾說這個怎樣去幫助一些抑鬱的人的時候 我想我需要說,你先要去看一看你的家庭醫生 因為呢,有很多情況的裡面都可以製造了一些抑鬱的病徵的 例如是你的荷爾蒙,身體的荷爾蒙失調,譬如甲狀線 或者是更年期,也都有些人可能吃某一些藥,可以是一個副作用引起他們有抑鬱的 所以是需要先看你的家庭醫生去排除了你的身體的毛病 如果沒有身體沒事了,然後才當它是抑鬱來處理 我們先從心理輔導的角度去看一看怎樣幫助一些有抑鬱的人 或者是你自己有抑鬱的人 第一件事呢,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些實際的幫助 我們說過這個抑鬱的人很多時候沒有動力 甚麼都不想做,很累的 所以你叫他去買菜、煮飯去照顧自己的時候是很困難的 所以如果我們去幫助他們,就最好有些人或輪流 拿一些飯去給他們,譬如煲湯 以至他們不需要顧慮這件事 而且也有得到好的食物,好的營養 這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實際的幫助就是可以幫他們做一下家務 清潔,或者陪他們去看醫生 陪他們去散步,載他們去買東西 載他們去一些社交活動,或者去教會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位女士她曾經有抑鬱 後來她康復,我就問她 當你抑鬱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做了甚麼是最能夠幫到你的呢? 她想也不用想 就說有些人買了菜來去她家 跟她一起煮飯,然後一起吃飯 原來這對她來說是最有幫助 如果你幫助別人就是這樣 但譬如你自己的時候 這樣很重要,你還是要接納別人的幫助 不要就說不好意思 或者你沒有動力去煮飯、做事的時候 你就買外賣吧 最重要的是有些方法 來幫助自己 仍然可以有得到好的食物、好的營養 除了之外,生活就要有規律 按時起床、按時睡覺 不要亂動,或者到錯日夜 還有日間可以有少許工作 或者可以去放鬆一下 聽一下音樂 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 不一定要逼自己去做一些很艱辛的事 除了這個之外 亦都是要運動 你說我沒有力去做一些劇烈的運動 不用的 你去散步也很重要 看看大自然 欣賞一下大自然 很漂亮的花草樹木 這些都是很重要 很能夠幫助的 第二件事可以幫助抑鬱的人 就是我經常說治療 有三個T字 你可否猜到這三個T是什麼呢 這三個T 第一個就是talk 聽數 第二個T就是tears 眼淚 第三個T就是time 我們逐個逐個說一下 有很多人以為 有不開心的事 就埋藏在心裏面 這些事不提它 這些事自然會消失 其實不是的 你埋藏在這裡 它仍然在 只不過它由其他的地方出來 或者你很猛疹 或者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 因為你發脾氣 這樣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些適當的人 來去傾訴 是能夠得到舒緩的 如果我們去幫人的時候 幫他傾訴 反正記住 不是你說 是給他一個機會說 有很多人 就去幫那些抑鬱的人 就一直說自己 不是這樣 我們是要聆聽 給他說 如果你想他說的時候 你可以問一下他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你在想什麼 你覺得什麼 你進去他那個世界裡 嘗試去明白 和了解他的心 我們聆聽的時候 又要有耐性 因為一些抑鬱的人 他們有一個傾向重複 又重複 都是說同樣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聽一下 就會說了很多次 但是不是的 他們是需要說很多次 他們覺得 才可以處理了他內心的感受 所以我們聆聽 就要有耐性 而且也有同理心 我說過同理心就是 逆地而處 你進入了他那個位置裡面 從他那個出發 從他的位置裡面去看東西 去想東西 去感受東西 這就是同理心 所以我們可以聆聽的時候 集中在幫他表達他的一些感覺 譬如他失去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說過失不只是一些具體的失 失還有一些抽象的失 以及威脅性的失 可以幫他去探討他失了什麼東西 以及你也有了解 有憐憫 有同情 讓他知道 你是明白他心裡面的感覺 如果他不想說 那怎麼辦 有些人 他都沒有什麼精力的時候 那你還叫他講那麼多東西 那他不想說 那你可以是鼓勵他 你告訴他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藏在心裡 不等於他會消失 不過我明白 你現在是不想說 不過如果你想說的時候 我會很樂意去聆聽 那一方面我們去接納他 他不想說 在現今這個時間 但另一方面 我們有鼓勵他 就是如果他想說的時候 我會很樂意去聆聽他 這樣的時候 希望可以有一個機會 給他們去抒發他們內心一些的感覺 那第二個T 就是Tears 就是眼淚 那有很多時候 他們說 他們一些真正的感覺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哭 那我想我們可以接納他們哭 就不要說不要哭 不要哭 就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那你可以說 我不介意你哭 那就可以了 那第三個T 就是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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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就是給自己 一些時間去傳遇 不要急於 鼓勵自己 要快點好點 快點好回來 那如果是你自己 的時候 你不是一個幫人的 或者是你自己的時候 那我想呢 就不要壓抑 就是能夠去找到一些適當的人 來向他傾訴 給你一個支持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 第三樣東西 去幫助一些抑鬱的人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支持系統 因為抑鬱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孤立自己 孤立自己的時候 其實就是抑鬱頭號的敵人 你需要有人在這個時間來支持你 我記得有一位朋友 他曾經很抑鬱 又看醫生 又吃藥 又看心理輔導 很久都不好 結果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高價 來陪他整個月這麼久的時間 果然在這段時間 他真的好起來了 其實很難得 有一位這麼好的朋友 能夠犧牲自己的假期 去陪伴 對他的傳遇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當你發覺自己抑鬱的時候 你就不要停止社交的活動 盡可能 譬如有朋友去聚集 你盡可能也去吧 不要去停止去教會 這些都是很重要 你能夠有人繼續去支援你 如果你是平時做義工的 你就繼續去做義工 希望這些都是能夠幫到你的 第四樣東西 就是要減壓 如果你的抑鬱 是因為很大的壓力 從你的工作來的 那你真的要想一下 有沒有可能去轉工呢 如果你的壓力 是由於你和一齊住的人 是很難受的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去找另一個地方住 或者叫跟你住的人 去找另一個地方住 意思是你想一下 有什麼的出路 令到自己不會 經常都從這個來源 令到自己很大壓力 要想一下一些出路 減壓 第五就是對付一些負面的思想 我也曾經說過 抑鬱的人 很多時候轉來轉去 都是一些很負面的思想 就轉不出來 轉流割尖 我覺得是需要放棄這些負面的思想 譬如說 老闆 老闆經常都罵你 令到你覺得自己做錯事了 我真是一個失敗者 我真是沒有價值了 這樣 但是呢 你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我做錯事呢 或者是老闆的要求很不合理 或者可能是老闆的問題 可能老闆喜歡罵人 是不是喜歡罵人 或者是他過分的完美主義 所以呢 什麼事吹蒙求疵 所以經常都罵員工 或者會不會是他的問題 他或者最近 經過一些很難的事情 離婚 在那裡不聽話等等 所以他脾氣這麼差罵你 那 不一定是因為你做錯事 或者你是一個失敗者 這樣才會令到老闆去罵你 是嗎 我想就要看看 即是呢 可能性是怎樣呢 會不會呢 不是我失敗是他的問題 如果是自己的失敗 當然你要改善一下 如果真的自己做得不好 那 是不是等於你沒有價值呢 是不是等於你就是一個失敗者呢 那 有時我就會問我一些client 我就說 你覺得自己整個失敗 那你有沒有試過有些成功的例子呢 即將他的思想 將我們的思想 就是去轉去一些積極的東西 看看是一些例外 即是很多時候我都會失敗 一些成功的例子 一些的 讓他能夠知道自己是 都有好處都有成功的 我記得呢 有一個client呢 他經歷了很多很慘痛的事情 經常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一事無成 一敗塗地 有一天我跟他談的時候 我發覺他 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 他就很孝順 於是我就說了 我說好像呢 雖然你經歷了這麼多 很多 很不公道啊 被人租質啊 那些的事情 但是呢 我發覺你仍然沒有失去那些良善 因為呢 我發覺你好孝順啊 那樣 當他聽到的時候 眼都紅了 然後呢 然後 他就說 那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孝順的嗎 我說不是啊 特別呢 是好像你經歷了這麼多人的醜惡的人 那這個是很特別的 那這個呢 真是能夠幫助到他 去拆了他一些負面的思想 第六樣了 就是呢 我想我一定要幫助一些抑鬱的人 去有一個新的目標 和一個新的方向 那我就想說一個故事 是真事來的 在十九世紀初年的時候 就是拿破崙呢 差不多征服了整個歐洲 當時呢 就英國一位的將軍叫威寧頓 他就帶領英國的軍隊 就跟拿破崙打仗 開戰 那誰知道就被拿破崙呢 就打敗了他 哇 他差不多全軍覆沒 哇 那他就逃走 又去了一個地方 有一間的破屋 那他就躲在這個破屋裡面 覺得很沮喪 覺得呢 非常之情緒低落 覺得自己很失敗 覺得自己很沒用 那晚呢 他在這間破屋裡過夜 那晚呢 就大風大雨 在這個屋裡的牆角上面 就有一隻蜘蛛 這隻蜘蛛呢 就在那裡織網 織得差不多 突然一陣風吹來 就將他的網就摧毀了 那隻蜘蛛呢 就再接再來 又再織另外一個網 沒多久呢 那些大風來又摧毀了他這個網 那如是者呢 就整晚都是這樣 威靈頓早起床 撐底雙眼的時候 發覺呢 屋角的上面 有一個蜘蛛網 是積好的 這次呢 沒有被風吹冷 這件這樣的事呢 就給威靈頓一個好 一個靈感 他覺得 這隻蜘蛛都可以這樣做 何況我呢 於是呢 他就回到英國 鼓起勇氣 重組他的軍隊 終於呢 在滑鐵龍這個地方 又將打破輪 打敗了 那我想 就是一個 當一個人 覺得自己很失敗 很沮喪 很抑鬱的時候 但當他能夠振作 有一個新的目標 一個新的方向的時候 是讓他可以繼續去前行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最後呢 我就要講一講 除了從心理輔導的角度去幫助一些抑鬱的人之外 我想呢 我就想講幾句有關藥物的 那 有很多人 就算你做了很多心理輔導的事 都不能夠從你的抑鬱裡面去跳出來 那很可能呢 你就需要去製作一些藥物來幫你了 那 那 有幾樣東西呢 我就想提醒的 這些藥物呢 是一定要由醫生配方 不要自己亂去買藥吃 那這些抗抑鬱藥呢 是不會上癮的 那什麼叫上癮呢 上癮呢 就是越吃越多 然後才可以做回最初的效果 還有呢 當你不吃的時候 就有些 有些不舒服的 很多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withdrawal effect 那這個就叫上癮 但是呢 抗抑鬱藥呢 是不會上癮的 所以呢 是可以放心 不過呢 是要醫生配方 那 就 記住一件事就是 一個好的醫生呢 給你吃這些抗抑鬱藥的時候 最初呢 他當然是不會給足夠的份量給你的 最初的時候呢 他會給很少的份量給你 讓你身體適應了 吃了四、五天 然後呢 他就會慢慢加上去 那麼很多人就很害怕了 哎呀死了我當然是很嚴重了 然後呢 滋生猛加藥 猛加藥 其實不是的 譬如呢 那種藥通常是 二十個 Mg 然後才 普通人的份量是這樣 那麼 那麼 最初醫生的時候 醫生呢 就會給你五的 那你吃了四、五天 然後加到十 然後呢 慢慢加到十五等等 直到加到一個 對的份量 所以你不需要呢 是怕 以為自己呢 很嚴重 那樣 那樣 而且呢 抗腰骨藥呢 是要慢慢生效的 不是說 你頭痛 吃粒子痛藥 即刻呢 就止痛 那不是這樣 那樣 所以這個是大家呢 要注意的 那 如果你吃了的時候 覺得不舒服 有很多副作用的時候 不用怕的 有很多種的 你可以呢 跟醫生呢 說 說 醫生呢 可能換過一隻 抗腰的藥給你 那 那 就會 希望 新的一隻呢 是比較 能夠適應你的身體 那樣 那 什麼時候才停藥呢 那麼 有很多人呢 一吃好了 馬上就停了 那就都不是很好 因為呢 有一些 研究發現呢 如果你好之後 你繼續吃 大約五六個月 那樣 那個翻法率呢 是很低的 那個翻法率呢 就只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大約14% 就是你好之後 繼續吃 大約五六個月 翻法率呢 是14% 這樣就很低了 如果你繼續吃九個月呢 那麼呢 翻法率呢 只有7% 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 你 吃了好 那不要馬上停 你跟醫生商量 看看醫生覺得怎樣 那 那這個呢 就是吃藥那裡 是 會 要注意的地方 好 我們今天呢 講到這裡 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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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